今天介绍一部武侠老片 《武林至尊之葵花圣女》 故事讲述了长白山高手 傲龙带着师弟王虎来到广东参加武林大会 俩人身上的盘缠不多 进入新龙客栈不敢随便点餐 不过老板娘李四娘非常热情 这让傲龙心中的小船再荡漾 李四娘风情万种 想让二人在客栈里住宿 此时走进来五个人乃三溪五狂 出言不逊嘲笑二人是野狗 原来双方之前就有嫌隙 这一次三溪五狂是来报仇的 俗话说人在江湖肘 头可断血可流面子不能丢 双方打的是难解难分 傲龙以一敌三游刃有余 王虎以一挡二仍战上风 当王虎使出飞剑绝技 有如机关枪横扫客栈 估计老板娘得重新装修 傲龙的刀法春光灿烂 鱼顿乱砍送五人领盒半 李四娘红扶石英雄 好酒好菜招待傲龙王虎 傲龙武功虽强 撩蜜子才是本行 只有王虎是光棍汉 看不懂眼前神女巫山 等王虎喝醉后 傲龙和李四娘干财烈火 一点就燃 玉女三庄杨夫人见老公同心未敏 此次贪玩 所以要老公跟自己一起练剑 可是跟杨夫人一起练剑的是 私媚小青姑娘 而傲龙和王虎突然打仗玉女三庄 傲龙是专门来杀杨夫人的 废话不多说 双方打了起来 以前的武侠片 不管剧情烂不烂 但是武打设计非常精彩 杨夫人呵制住傲龙 因为他还不知道傲龙为什么要报仇 傲龙却说 因为杨夫人杀了他自己大哥傲霸 杨夫人听了 法人说 傲霸杀了自己父亲 强肘自己母亲 试问自己该不该报仇 所以武侠片的套路 永远是渊渊相报 何时了 傲龙和王虎是乡下来的土包子 不知道武林规矩 原来武林最新的规矩 私仇只有在武林大会上解决 不过王虎临走时 频频回顾小青姑娘 看来她心中小船在荡漾 等回到客栈 傲龙向李四娘说自己要报仇 称霸武林 李四娘便说 自己出计 他出力 一定可以称霸天下 这日广东武林大会如期召开 一切江湖恩怨 可以在大会上解决 傲龙和王虎上台 表示自己私兄弟想留在广东武林 却绝口不提报仇 这让杨夫人心中疑惑 自己毕竟杀了他哥哥傲霸 武林大会的效率极低 第一天纯属打个照面就结束了 回到客栈大家用饭 少林大师相当不满 因为上了一盘肉 即便想吃也得装作不能吃 一味道另一桌更生气 只有四碗白米饭 没有青菜 这如何下咽 关键是旁边一桌吃狗肉 还劝大师 酒肉穿藏过 佛主心中留 最后两个朋友拉着大师吃狗肉 这段画面非常搞笑 李四娘故意走到大师面前 调侃他 开了婚不如再开色戒 结果到了晚上 大师和小师妹就在树底下约会 虽然说何尚是色中色鬼 其实不过是人资藏情 晚上李四娘来到齐天圣房间 则让老齐险些把持不住 李四娘假意给齐天圣收拾床铺 就在老齐要阻拦时 一条黑布遮脸 李四娘偷走宝剑 悬钢心惊 跳窗就跑 齐天圣慌忙上前追赶 老齐的进攻如鬼四妹 李四娘突然被石头绊倒 就在老齐要去参扶的时候 却将熬龙埋伏土中 双掌发出 齐天圣被打退 口中吐血 原来二十年前 齐天圣杀了李四娘的父亲 熬龙当即拔剑 上前要杀了他 齐天圣虽然受伤 依旧很能打 而李四娘突然出招 原来这娘们的武功也非常高 用几条彩布困住齐天圣 而熬龙用玉女剑法 一箭穿熏 一代大家齐天圣死于阴谋中 而熬龙还要嫁祸给杨夫人 他让王虎来找杨夫人 表示自己大哥熬霸 死有余辜 自己不再追究 既然误会解除 杨夫人要连夜回家 王虎坚持要送送杨夫人 当然 王虎是想打听小青姑娘的信息 齐天圣的尸体被抬回客栈 当下众人要求找出真凶 熬龙上前检查尸体 提出齐大侠死于玉女三庄 杨夫人的玉女剑法 少林大师一看 也认同是玉女剑法 不过他不相信是杨夫人干的 齐布勤开始瞎分析 认为杨夫人想做盟主 所以杀了他爹 让大家跟他一起 杀上玉女三庄 为父亲报仇 当众人都离开后 少林大师叫入敖龙 老和尚也不说废话 直言齐蒙鲁是敖龙所杀 还嫁祸给杨夫人 敖龙也是真汉子 当场就承认 还要杀了老和尚 以除后患 少林大师的武功还是很高的 敖龙不是他的对手 李四娘故意出现 扰乱大师 趁老和尚不注意 放毒针杀了老和尚 罪毒妇人心 江湖两大高手 都是死于李四娘的手中 不过二人的行为 被王虎给发现了 王虎慌忙藏了起来 却听见二人的阴谋 敖龙表示连王虎都要杀 王虎慌忙离去 而齐步行领着武林朋友 杀上玉女三庄 双方展开生死决斗 所谓双权难敌四手 好汉嫁不住人多 就在小庆被打趴下 王虎慌忙赶来劝嫁 告诉大家中计了 王虎把师兄敖龙和李四娘的阴谋 说给大家听 武林通道当即骂齐步行是猪脑汁 向杨夫人赔罪 众人又纷纷赶到客栈 齐步行要杀敖龙 为父亲报仇 二人在蔓延地各显神通 这是当年武侠片的常见的情节 齐步行是真不行 轻松被敖龙杀死 而敖龙练会了齐家的武功绝学 玄刚宝典 这一日敖龙抓住杨庄祖和他的女儿 单等杨夫人上钩 杨夫人和王虎小青 三人来到新龙客栈 双方废话也不用多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而小青闯进客栈要救人 李四娘出来拦住 对于二人的比武画面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精彩缤纷 至于王虎和杨夫人 二人联手大战熬龙 李四娘不是小青的对手 就放出自己的暗器 所以小青姑娘 马上就要奔赴黄泉路 王虎闯进客栈后 小青连聚遗言都没有留下 关键是王虎的武功太差劲 被李四娘轻松给打晕了过去 不过王虎的表演有天分 躺在地上装死 趁李四娘不注意 上前查看时一见窜心 李四娘临死前引用毒针伤了王虎 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而杨夫人和敖龙 已经到了不始不休的地步 特别是杨夫人的御女剑靶 比机关枪还要厉害 此时客栈已经着火 杨庄主展开自救 抱着女儿出房门 就在杨夫人看见丈夫与女儿时 客栈的酒坛被火点燃 杨夫人只好飞身逃了出来 客栈爆炸 女儿丈夫死于大火之中 就在此时武林同道 都要来杀敖龙 不过都是上来送死的 而杨夫人与敖龙最后的巅峰对决 这画面可谓震撼 简直能把爆破主的工作人员累死 太废炸药了 不过最后凭借主角光环 杨夫人还是要送敖龙归西 这部电影剧情有些烂 女主角是李连杰前妻黄秋燕 谢谢关注